剛剛看到假的林俊傑 不過想到林俊傑的好友 周杰倫是真的有一首歌 叫做《陽光災難》 應該很多人都聽過 最後一句說要撐傘 這是對的 因為要避免曬傷 也避免擋到紫外線 可是歌詞裡面沒有說的是說 你到海邊最好是要戴起墨鏡來 當然不是耍褲而已 因為眼睛可能 如果不戴墨鏡的話會賠掉 最近大家去海邊 就是說一待一整個下午 小心會得到所謂的海盲症 跟滑雪的眼睛傷害很類似 正確的說法叫做光照性角膜炎 這是海灘的白沙或是海面 平常生活中的玻璃帷幕 都會反射強光到你的眼睛 造成角膜或是睫膜 有淺層的炎症反應 這是因為受到紫外線照射 2到12個小時就會出現什麼症狀 會出現什麼胃光流淚 或是視力模糊等等的症狀 這個時候要趕快的來找 眼科醫師求診 如果是在海邊 在雪地 可能會造成視力受損 但是開車的話那更危險了 所謂的眩光就是刺眼的光 你看到我們圖示 突然一道光看過來 結果你眼睛根本睜不開 超過眼睛的負荷 所以開車有一些NG的行為 一定要Say No 就是說保持安全車距 你不只是留給自己反應的時間 因為有時候你前面的車 可能又洗車又打蠟的 亮晶晶的 你靠得太近 可能會很刺眼 另外如果你戴墨鏡的話 不要戴偏光的墨鏡 因為現在車子 有一些是抬頭顯示器 偏光可能會過濾掉 讓駕駛看不清重要的資訊 另外太深色的墨鏡也不要戴 明明在大太陽底下 你好像是在黃昏開車一樣 都會影響視線 還有中控台 很多人的壞習慣 手機 鑰匙 或是一些雜物 就會丟到上面去 可是在天時 地利 人和之下 一道陽光 可能就從這些物品 折射到你的眼睛 那可能就等於是盲眼開車 短短幾秒鐘就夠驚魂的 不過我們還回頭來講到了 真的是很多人到海邊 真的有一個案例 高雄一個男子 他就去海邊 一邊欣賞比基尼辣妹 結果隔天眼睛很痛 不是長睜眼 是因為他的腳膜 有數百個小孔洞 視力更退化到0.4 原來這就是烈日紫外線 照射了海水 折射到他的瞳孔 灼傷了腳膜 陽光沾來海底 還有最顯眼 最著名的地標花瓶岩 皮諾小琉球 一向是夏天旅遊熱點 海灘身在攪好的比基尼辣妹 更讓人目不轉睛 但在海邊張眼看太久 居然會有市民的危險 一名高雄男子 六月前往屏東小琉球 在沙灘上欣賞比基尼辣妹 沒有想到隔天起床 眼睛劇痛求疹 結果男子的眼角膜 被發現有數百個小礦洞 視力更退化成0.4 強度很強的話 而且正好在一個陸射腳 容易造成這個腳膜 產生一些燒傷的現象 原來紫外線照射在平滑 表面形成折射 一般常見的狀況 像海盲或血盲 會造成眼角膜受傷 嚴重更可能導致 不可逆的黃斑部病變 從照片上比對 可明顯看出濁傷的腳膜 眼球布滿綠色斑點 與健康腳膜明顯差異 按工商也會 如果在做海邊活動的時候 都會建議一定要使用適當的 保護眼鏡 最好是使用偏光鏡 會比較理想 夏天來臨 今年更是屢創高溫 提醒民眾外出或前往海邊吸水 千萬要戴上太陽眼鏡 保護烈日下的靈魂之瘡 藉城市連邱語廳台北採訪報導 我剛剛因為看到這個新聞 我覺得有點可怕 就是他的腳膜 好像說被紫外線這樣折射 然後說腳膜有幾百個小孔 這個是可以再回復 透過治療回復的嗎 還是說他眼睛可能就此有一些 永久性的傷害了 一般來講 因為腳膜的這個上皮組織 跟我們的皮膚的組織一樣 他是可以再生的 那需要一段時間 他的這個腳膜的上皮 如果慢慢的再複製 恢復原來的一個狀態的時候 他視力就可以慢慢的恢復 那在這段期間 他的視力會受到影響 那也因為 我們的這個眼睛的 這個神經分布非常的密 所以他會眼睛非常的刺痛 流淚 發紅跟眼睛睜不開的狀況 那這樣子的情況會 造成他眼睛非常疼痛 如果說有這樣的狀況的話 我們也可以用冰敷來緩解 這個眼睛疼痛的一個現象 是 院長另外要請教的是 除了在海邊玩之外 每個人常常會碰到 不管是開車 騎車 現在的陽光真的是很刺眼 那有時候如果一次眼的話 可能會造成意外狀況 那我剛剛有提到說 這個墨鏡好像也不能隨便亂戴 也要有一些選擇 你可不可以再跟我們說明一下 因為這個開車或騎車的話 也常常會因為前面車輛的玻璃 或者是說他的板筋造成反射 跟我們這個海灘的情況 是有點類似的 所以一般來講 如果我們在佩戴眼鏡的時候 因為他反射的話 從地面或者是水面的反射 我們可以使用具有偏光效果的 這種太陽眼鏡來阻絕 這個水平面的反射 那對於這樣子的一個 產生的一個炫光 有比較遏止的一個作用 那如果說我們是開車的話 我們也會建議就是說 你把前面這個駕駛桌上面的 這個擋光板 我們可以把它放下來 是 那這樣子避免光線直射到我們的眼睛 也可以讓這種危險產生的機會減少 對 這個擋光板其實是很好用 很多人都忽略掉 他其實可以移動去擋這些 有一些陽光直射 那除了我想請教院長說 說我們剛才在海邊 或是說在開車騎車會碰到狀況 你有沒有在臨床上案例碰到 也是這樣子 因為陽光或是強光 長期的傷到眼睛的情況 有 因為在這個強光下面 尤其是一些需要做一些工作 他每天都要必須進行的 那像尤其是常見的是電焊工人 他們如果說在電焊的時候 沒有就說佩戴適當的護目鏡 或者是保護的一個裝置 那也常會像這個在海灘上一樣 造成光照性的角膜炎 那一般來講就是說 這個電焊的光線的裡面的紫外線 造成我們的這個眼睛表面 還有眼睛周邊的皮膚的一個灼傷 那這樣的一個灼傷的情況 也是我們在床上滿常見的 是 而且有些小朋友 其實有看到有些電焊 他好奇過去圍觀的時候 他沒有護目鏡 他其實也可能會造成傷害對不對 是 是 這有可能的 如果說你在旁邊觀察太久的話 那因為工作者 他有適當的保護你沒有的話 那這樣也有可能會造成 我們眼睛的傷害 好 謝謝 謝謝我們王院長今天告訴我們 就是其實在夏天到了 不管去海邊 不管是開車 或是你在路上 真的你要隨時隨地 保護你的靈魂直瘡 謝謝王院長